台湾的色彩 尋找台灣的色彩 我想我們都相當期待 台灣的色彩 到底是什麼 台灣具有宏偉的高山 翠綠的山脈 以及殘殘的流水 也有傳統農村的建築 磚紅色的烏瓦 當然也有現代西方建築樣式 這一些都是過程 台灣的建築 台灣豐富色彩的樣貌 到底什麼會是台灣的色彩呢 我想這一次的展覽 就是透過前輩畫家的眼中 來共同尋找與探勘 我們將主題分為兩種 一個是文明的曙光 與野生的自然 另外一個主題是 傳統到現代的榮演 這一些畫家們分配 居住到台灣各地 有重要的藝術家 包括陳城坡 郭雪狐 林玉山 還包括我們中部的畫家林資助 還有大家比較不熟悉的 南部的畫家郭伯川 以及張啟華 他們的作品呈現出 我們上個世紀 藝術家們所看到的 台灣美好的過往 我們歡迎大家一起來欣賞 尋找台灣的色彩 我們從台灣北部的 這一個北關開始 那麼這一張作品 是林玉山的作品 北關怒陶 應該是台灣風景裡面 最能夠表現出 十分壯闊的一個面貌 在這個地方 我們除了看到 遠方的龜山島之外 我們也可以看到 近景的波濤洶湧 那麼這樣的景色 但是不只對於日本時代的 日本畫家產生興趣 到了國民政府撥遷台灣之後 大陸的畫家看到北關 這樣的怒濤 讓他們驚嘆台灣大自然的 神奇的力量 我們在這個地方 可以看到 藍天白雲 以及歐鳥翩翩 正是台灣的 另一番風貌的色彩 那麼橙橙波畫了不少淡水的風光 我們可以看到 遠方西洋的洋樓的建築 但是它所使用的色彩 就是我們台灣的色彩 我們看到裝紅色的建築景觀 在台灣 我們不覺得有違和感 除此之外 可以看到前面 表現出一派台灣的田園風光 那麼因此前面西方的建築 融會了東方的色彩 後面的這一些景緻呢 前後之間產生一個 相當和諧的景緻 我想橙橙波在他的心目中 淡水一直是 他作為一個文明起點 所必須要表現的心中的最愛 劉啟祥是台灣南部重要的畫家 他在日本時代前往法國遊學 獲取這種遊學經歷 帶回來巴黎畫拍粗獷的筆觸 以及對於大自然表現 盡於抽象手法 那麼這一件作品 我們乍看之下 可以感覺到相當堅硬的石頭 那麼這一些基理紋理 正是台灣東部泰魯閣的風光 那我們從粗狂的色彩 以及筆觸裡面 我們感受到了台灣 除了近裝的少女融化之外 那麼也還包括野生的大自然 在東部就可以看得到了 無名的曙光與野生的自然 意味著台灣這一塊土地 文明的發展的底層 我們可以看到 粗狂的大自然的山川 除此之外 我們可以看到文明進來之後 如同近裝的少女那樣 徐徐動人 台灣的色彩到底會是什麼 我想依著時間的變動 依著畫家的眼睛 帶給我們不同的驚奇 以及不同的美好的記憶 我們歡迎大家共同來 尋找台灣的色彩